中国女孩王雪遭老外断头 显步性人士 起身后暴怒铁拳连砸数十拳 对方投不出血称雪疯子 预事不决 KO解决 欢来到金刚的格斗拳王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场 极具感官刺激的比赛 由我国的飓风女孩王雪 对战来自巴西的跆拳道冠军 阿劳约塔蒂安尼 说起王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就是我国知名女拳手王雪 可能很多小伙伴 但对她并不是很熟悉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 对于中国的男选手 大家或许是如数家珍 但是说到中国知名角的女拳手 大家第一印象也许只有张伟丽 毕竟中国搏击事业 目前还未太普及 也没有太大的宣传力度 其实不只有张伟丽 我国还有着很多强大女将 例如曾经击败过张伟丽的小个子 关阿翠 被人送外号女版李小龙 以及对韩无敌的雄敬男等 虽然都没有太大的名气 但并不影响他们那强大的实力 那我们今天的主角王雪 就是其中一位 他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综合格斗 和自由搏击双修选手 人送外号巨风女孩 因其立台多变诡异且灵活的打法 犹如巨风一般 来无影去无踪 介绍完王雪 我们也看看这次他的对手 阿劳月塔蒂安尼 这位来自桑巴之城的女汉子 按照我们中国的话讲 属于是出生于武术世家 家里父亲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跆拳道高手 也正因此受父亲的影响 从小学习跆拳道 22岁的时候就拿到了巴西的全国跆拳道冠军 算得上是巴西的顶尖战将了 这次出东中国的擂台 就遇到了王雪 想来会是一场龙争虎斗 话不多说 我们还一起来看看这场刺激的比赛吧 首先从两人的身体数据上看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只有1米60的身高 B站上阿劳月比王雪长那么一点 不过年龄上阿劳月要比王雪大不少 比赛一开始双方就是火药味十足 王雪高扫开路 踢在对方防守的手臂上 随后两人就展开了一阵激烈的换拳 阿劳月果断抱着王雪 想要将战斗拉入地面 不过并未能成功 在一阵对峙后 用出了木村锁压制住了王雪 尽管王雪已经是拼命想要挣扎开来 最后还是未能如愿被对方放倒在地 双方一看这个上来这拳头的架子都不错 接腿 接腿 抱腰 好的 有机会到地面 拉到了 好的 王雪马上站起来 展木村没有成功 又被摔了 王雪小心保护自己的脖子 对 好的 斩平了 有机 现在对方并没有扒住扣 所以这个力量并不大 还有呢 这王雪说现在是下巴保护了他这个整个脖子 另外王雪现在尽量能把自己的身体往右侧去转 现在把对方的金箍手放在自己进步下侧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阿劳月有点硬吃的意思 没错 但是对于阿劳月来说 这边一直做这个裸脚啊 也是会的手臂的这个力量有非常大的这个消耗 没错 王雪起身了 上来就直接是一个地面垂机 阿劳月长时间的裸脚体力消耗巨大 再加上王雪不停地在巴给他的手臂 在比赛进行到了两分钟的时候 王雪终于是成功地挣脱了对方的裸脚 并且实现了反制成功压住了对方 连续的起身杂拳看着那是一个带劲 不过阿劳月也不是吃醋的 在被连续砸击之后 整个人都趴在王雪身上 王雪干脆借机 断头裸脚住了对方 死死勒住对方的脖子 险限将对方勒断气 这边还在推对手脸想要把对手手撑开 对 撑开了 起身 杂拳 杂拳 连续杂拳 我在这个位置阿劳月很难反击 对 阿劳月这边 想做吸十字过 但是这个位置非常难 对方重心已经在腿上了 因为是女选手嘛 好 翻过来 现在有机会 位置和刚才是逆转 但是也没有搭住口 阿劳月现在 现在锁死了 我们看 有了 有了 已经是潜到了下巴下面 有机会 有机会 还有一分二十秒 对 王雪可以想办法不要把 掌队掌 对 掌队掌的那种 没错 翻过来了 要翻过来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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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还是通过 把王雪头给抱起来的这个动作 把自己身体有个支点 然后转过来 小防守已经到了 生拳外侧 停 那会在同一个体位继续回到比赛 不得不说 两人的地面战力都是异常的强悍 谁都没有讨到半分的好处 两人拟来往往的进行压制 让人看了属实刺激 这种看似不动的地面缠抖 却有着无限的可能 谁都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最终第一回合的比赛结束 双方来到了第二回合 虽说在上一回合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但是在这一回合却依依依旧凶猛 开局就是连续的重拳互换 比第一回合都还要凶猛 阿劳月并没有展现出自己跆拳道的优势 更多的都是自由搏击的技巧 毕竟抬天道的进攻姿势 都很容易被接腿摔压制 好的 好的 又一个 好了 现在必须得找到机会近身了 在缠斗上可能还有机会互相的进攻 打身体高扫 打到战力呢 王爵就更加有把握更有耐心了 对手要摔 好快闪教练 恨不得自己上去 这一回合 双方全程都是战力对轰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王雪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前一手直拳频繁地命中对方 反观阿劳月的重拳都被他轻松地躲过 不能看出在战力这块 王雪还是要强于对方不少的 王雪的有效得点非常高了现在 所以阿劳月如果没办法进地面 似乎没有什么优势 连续的左右啊 这个是王雪这场第二回合向来 最有效的进攻的武器 是 前后直拳 哦 漂亮 同样出直拳啊 但是效果完全不一样 王雪的拳更干脆啊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王雪完全没有必要进入地面 对 在战力方面可以碾压对方 前排 打到 哇 这一下已经是打得有点把他吐出来了 已经晃了 这回合的比赛属实难见 像这种全程战力对拳的局 是真的少的可怜 大部分都是在前期短时间的对峙后 最终进入了长时间的地面缠斗 不得不说 这种战力对轰看起来异常的热血激情 最终在王雪大优势的情况下 结束了这第二回合 阿劳月都有些被打的战斗站不稳了 短短的休息后 比赛来到了第三回合的决胜局 在明白自己在战力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 这回阿劳月开始爆摔 平安的找寻机会想要将战斗拖入地面 不过王雪并没有给到对方机会 反而是在一次对攻中被对方摔倒在地 随后开始了地面的缠斗 王雪小心 这边是自己主动倒地 高位的踢 在绝对力量上 来说王雪是 抠腿翻起来 要小心 对方的这个技术很好 王雪现在是 把对方的一致进攻手控制住 这样是对的 对 好在现在王雪身体可以转 因为对手是 不要往另一个方向 另一个方向是给对方进攻的机会 王雪想办法赶紧把身体转一转 摆退对手的这个脚上的两个钩 阿劳月现在在慢慢地想要布置成功 对 还是锁在下巴上 问题不大 下巴上 王雪要往起爬 这个时候尽量把自己的这个重心往下挫 对 你看王雪终于把对手的一个钩给打开了 哦 塔利安尼 哦 王雪又回去了 又翻过来了 找机会 别着急 本以为王雪要在这次缠斗中落入下风 毕竟被对方压制在了身下 甚至遭到了长时间的裸脚 不过最终王雪还是凭借着出色的毅力 成功振脱开来并形成了反制 其在对方身上再次的开始了猛砸 起来 漂亮 王雪开始砸几 哦 联系的锤迹 这几下很重啊 感觉塔利安尼的细心被击垮了 这边 还剩下最后的1分10秒 10秒 王雪其实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的位置 最重要的是保证自己的位置 杂拳 王雪地面的杂拳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对 闪教练 汗都出来了 要知道我们这边室温是比较低的 没错 好 太漂亮 好 杂拳 连续的杂拳 这边很好的利用自己原本拳法上的力量 连续杂拳 非常棒的一段杂拳 好 这边还有杂拳的机会 杂拳 杂拳 非常棒的杂拳 很有力量 最终王雪凭着自己出色的耐力 以及出色的技术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比赛从第一回合开始 金刚我是为王雪捏了一把冷汗的 被对方裸脚断头显现都窒息了 完全是凭借自身的毅力才能翻盘 说到这儿 不得不提一下吸血魔李景亮 曾经也在这一情况下逆风翻盘 王雪的这场比赛说起来也算是逆风翻盘了 虽然并没有长时间的逆风 不过他抓几乎的能力却是有目共睹的 每次都能抓住机会反击对方 最终拿下来这场比赛的胜利 甚至打到对方每股开点血流不值 不知道大家喜欢这位萌妹子王雪吗 欢迎下萌评讯区留言评论 我是金刚 我们下期再见